当地时间2号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对乌军能源和国防工业目标进行打击 俄军在库尔斯克州继续击退乌军进攻 乌克兰军方表示 前线局势严峻 俄军加大了攻势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说 2号凌晨 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 对乌克兰能源和国防工业综合体 无人机组装和存放点等目标 进行打击 过去一天 俄各集团军在各战线打击乌军人员 击毁乌军装甲车 榴弹炮等装备和设施 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斯库奇诺耶定居点 在库尔斯克方向 俄国防部称 继续击退乌军对库尔斯克州的进攻 俄军北部集团军在陆军航空兵和炮兵火力支援下 挫败了乌军突击队向多个定居点的进攻 同一天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 当天前线地区发生105次战斗 前线局势依然严峻 俄罗斯加大了对乌军阵地进攻 在波克罗夫斯克地区 乌军成功击退俄军多次进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表示 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行动正在按照原定计划进行并将完成 泽连斯基称 库尔斯克行动将会有效缓解 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和托雷茨克方向的困境 但我完全enti鸡栗的 您设定中击温废 出现在可能带了 人们不错